小伙伴们,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接着来看穿越玄一剧《隧道》第十二章的故事。 上一章讲到,罪犯郑浩英三十年前目睹了善灾母亲遇害的全部过程,可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目击者,反而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凶手。 随后,郑浩英被移交给检察院,法医专门来监狱探视郑浩英,郑浩英却对法医没有一点印象。 不久后,郑浩英在监狱离奇地上吊自杀了,本章开始,郑浩英入狱以后,法医过来探视他。 一上来,郑浩英没有认出法医,法医让郑浩英描述他的作案过程。 郑浩英说,先堵住嘴,然后绑住手脚,用丝袋一圈一圈地缠着脖子,法医打断他,应该是一次吧。 郑浩英愣了,他盯着法医看了很久,这才反应过来,原来法医就是三十年前的家伙。 接着,法医告诉他,你已杀害七名女性的罪名被关在里面,就算你否认到最后,也摆脱不了嫌疑。 这让郑浩英想起了被关在精神病院的那些年,那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。 郑浩英被法医刺激到了,他确实无法接受那种生活。 临死前,郑浩英又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意思。 看来,法医看来不仅会尸检,还会心理战术啊。 就靠一张嘴,就把警察们费心费力找到的凶手兼目击证人给over了。 这下,线索又断了。 光浩他们收到郑浩英自杀的消息后,立刻赶往医院。 郑浩英的死因已经查明,确实是自杀,没有他杀的痕迹。 不过,郑浩英留下了一封信,是给光浩的,上面只有四个英文字母,Lowell。 他们对此毫无头绪,郑浩英一死,最高兴的当然是法医了。 他灿烂的笑容被善灾发现,善灾大清早地来找他,是想探讨一下郑浩英的事。 郑浩英一声不吭的就走了。 善灾还说,是光浩查出他是目击者的,凶手曾在隧道里抽过烟,但郑浩英却根本不抽烟,法医也很好奇。 光浩怎么知道凶手在隧道里抽过烟,那不是三十年前的事吗? 善灾不知道该如何解释,法医心想,不应该啊,那件事只有他和那个刑警知道。 这时,光浩来找善灾,法医看着光浩的脸,突然发现他跟三十年前的刑警很像,难道是同一个人吗? 善灾和光浩走后,法医再次回想起三十年前的事,明明看着那个刑警倒下了呀,难道他不但没有死,还穿越到现在了吗? 另一边,申教授和洪校长在探讨郑浩英的事。 郑浩英是三十年前的目击者,执着于丝袜,短裙。 郑浩英在模仿三十年前的那件案子,但很奇怪郑浩英不像是会轻生的人。 申教授又去找法医探讨这个问题,法医觉得,犯人受不了被关押在狭窄的房间里,做出极端的选择是很正常的。 他看过郑浩英的记录,有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经历,说不定是想起了那段记忆,觉得太痛苦,所以才自我了解。 郑浩英死了,但还有一个凶手没抓到,上头虽然撤销了案子,但他们不能放弃,光浩开始梳理线索。 第一件案子发生在1985年,被害人李真书,工厂女工,15天后,出现了第二个被害人,第三个,茶馆的春鸡姑娘,第四个,徐希秀,善灾的母亲,回家的路上遇害,郑浩英是这件案子的目击者。 第五个,当时的幸存者英子,第六个,真善美,在隧道被发现,当时出现第六个被害人后,才发现是同一人所为。 这无疑是一场失败的调查,被害人有一个共同点,都是20岁左右的女性,都是被丝袜勒死,脚后跟都有点。 案发时间都在晚上9点左右,真善美遇害后,时隔30年,出现第七个被害人,紧接着又出现第八个, 和30年前的作案手法如出一辙。除了这些,还有个奇怪的地方,凶手为什么时隔30年后再次作案? 按说公诉时效已过,分析完,班长开始安排任务,阿泰小宋去调查被害人最后的行踪。 善灾,光浩去查查Noel到底是什么意思? 班长去查深海化工的颜料,看看那些点到底是用什么弄上去的。 这时,光浩把善灾和班长叫到一旁,他觉得可能跟死去的88年光浩也有关系。 88年光浩应该也是那家伙杀的,班长想要申教授帮忙分析分析,光浩不同意,善灾这才把申教授的身份告诉班长。 班长本以为不会有比穿越更离奇的事了,没想到造化弄人,但这件事必须得请申教授出马。 这种找不到嫌疑人的案子,需要犯罪心理策刑,这样才能尽快抓到凶手。 于是,善灾把资料发给申教授,申教授让他把被害人资料也发过来。 另一边,阿泰和小宋在调查被害人行踪,班长找到深海化工的老员工。 老员工说那种染料一般用于乳胶漆、轮胎、中性笔或者钢笔之类的。 善灾和光浩还在思考Noel到底是什么意思? 光浩突然想到一种可能,习李明。 从1986年到现在还存在的教堂,一共有五处。 他们拿到教堂名册,开始寻找所有习李明叫Noel的人。 没想到还真让他们找到了线索。 他们找到了这个习李明叫Noel的人。 他是土生土长的华阳人,知道三十年前的案子,也抽烟。 不过他又不在场证明。 不过,他知道还有一个人的习李明跟他一样。 习李明叫Noel的人还告诉善灾和光浩,当时教堂有个叫亲叔的家伙。 那个习李明和他一样的人,经常跟在亲叔屁股后面。 后来,亲叔去世,那人就再也没来过教堂。 另一边,法医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 三十年前,被害人的儿子,再加上三十年前的刑警。 这盘棋得好好琢磨琢磨。 与此同时,班长带着阿泰和小宋去支援大部队,善灾和光浩继续调查。 这时,法医来到这里,他说正好路过来看看善灾。 和善灾闲聊时,他发现白板上好像有什么东西。 他这次来的目的是是探光浩,看样子光浩还没认出他是谁。 光浩回到家后,敲开身教授的门,帮他把门窗锁好。 看着桌子上的哨子,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申教授察觉到他的异常,这才想起那晚他问过自己项链的事。 申教授忙问光浩,你是不是知道这个项链? 光浩说,你听错了吧,说完便赶忙离开。 他怕再多待一秒,就会被申教授发现端倪。 为什么不敢相认呢? 自己的亲生女儿就在眼前。 第二天,光浩和善再来到监狱,听说正好因临死前,有人探视过他。 他们查看了探视记录,发现是法医,法医为什么来探视正好因呢? 他们立刻去找法医,法医是正好因最后见过的人,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。 另一边,申教授终于有所发现,三十年前的幸存者英子腿被发现后,半个月内就出现了第七个被害人。 如果凶手一直不知道三十年前有幸存者的话,那英子就是他再次作案的原因。 善再立刻把参与过英子案件的人找出来,凶手就隐藏在这些人之中,英子的案件没有对外公开,知道这件事的只有内部人员。 光浩想到了法医,英子的腿是法医尸检的。 从年龄上排出一批人后,接下来就是户籍了。 光浩一直觉得法医有问题。 而且,Noel到底代表什么? 他拿出深海化工的产品目录,发现那种染料曾在钢笔中使用。 他记得法医一直随身带着一支钢笔。 光浩让同事帮忙查查法医的资料。 86年的时候,法医就生活在华阳。 他这才反应过来,凶手是法医。 很快,光浩来到法医办公室,那支钢笔就在法医挂在衣架上的衣服兜里,上面刻着Noel。 这时,法医打来电话,事已至此,也该摊牌了。 法医说道,在隧道抓我的刑警,我们真是有缘呢。 另一边,申教授从英国朋友那得知,有一个警察在找他。 申教授找到那个警察,这才得知他是受伤在所托。 与此同时,光浩来到那个隧道,法医已经等候多时。 88年的时候,光浩来找法医,问他认不认识金爷爷。 在养老院做医疗公益活动时,法医给金爷爷做的检查。 法医当时给金爷爷注射了别的药物,金爷爷在第二天就去世了。 法医说只是注射了点维他命,可光浩不信。 后来,光浩就开始跟踪他。 结果,光浩被法医偷袭注射了药物。 法医第一次跟光浩见面时,非常惊讶。 他明明让88年的光浩断了气,竟然又出现一个光浩。 另一边,申教授约善哉见面,他想知道为什么要找他。 无奈之下,善哉将真相告诉他,光浩是你父亲。 申教授以为他在开玩笑,光浩年龄比他还小。 善哉说光浩是从过去穿越来的。 与此同时,光浩和法医在隧道激斗,法医拿出针管。 光浩将他摔倒在地,时空一阵扭曲,两人还在隧道,但却是不同年代的隧道。 光浩在阴差阳错下回到了过去隧道。 本章结束。 下一章中,善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申教授,但申教授无法相信。 善哉只好把哨子项链的来历说出来,申教授才不得已地相信了。 另一边,光浩在隧道与法医搏斗的过程中突然发现, 自己意外回到了30年前,他定神之后马上跑回家里找严书。 光浩一见到严书就抱住他,不停地对他道歉,两人相拥而弃。 光浩识破了法医的身份,还找到了关键证物钢笔,他该怎么应对此事呢? 我们下章再见分享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,我们下期见。